来了 咱拿着啥呀 拿着吃 大姐姐在这呢 她呀 这家挺酷呀 这家还有大收梁车子呢 可是小当年她家这也是干的啥 也是做买的 比如我那车子 我那时候有这个车收梁个多 你看大姐是经常收哪个 她这地方是收玉米的 姐 坐啥车过来的 你好 我坐大巴车过来的 没开车呀 没有 没有 咱上屋了 先给你介绍一下姐 这个是梁红日梁大哥 这个是梁红娟刘大姐 你好 你好 咱上屋里聊 你这地方咬院挺酷呀 我家宽车特别宽车 没少下功夫 农村过日子还没有宽车地方 那我不客气了 我先进了 那先进吧 我这会儿要扎着她 走着看看我家屋 今天我也是着忙 也没咋熟试 你这屋整得挺好 你这可没少下功夫 看看吧 我家库房压花生的库房 你在原先也是收粮的 刚把花生卖了 库房有点乱 没咋熟试 这太行了吧 现在库房车在那放里 嗯 行吧 反正是 这都是大姐 这家收 哈哈哈 早上我在家收粮的时候 收花生大龙这块也没少买 是啊 人家是我们干的干的 我家也 证监店这几家我都收了 我家也收十五六年了吧 花生 收花生去黑龙江洗脑 赵远 赵远 赵远你也收过呀 收过 在这赵远种过地呢 在那啊 对啊 这还怎么样啊 那种地效益怎么样 还行吧 赠五十厂 赠二十多万 五十厂 太行了吧 大姐的印象咋样啊 这眼不错 挺好的 嗯 挺好的 嗯 挺好 这眼行 哎 我真挺想找的 我拿走一起 这个是库房庙的说 太完美了 那个你感觉大姐的印象了吗 不行 不行 嗯 她穿这个衣服 咧了八戒 西装得分多大碎的时候知道吧 像你年轻漂亮的小孩 穿上西装 你那么大碎 穿的西装又不合理 拎着点瓜 我就臭着 我就太寒酸了 你饿看的那两个瓜 谁都拿不出手 那点玩意知道 她不如不满 空两手来 大哥对大姐印象挺好的 但是大姐呢 一来是觉得演员上差点 二来 跟红娘当时有了同样的误会 还以为香瓜 是给自己带的见面脸 但是后来 红娘问了大哥 大哥说 这瓜呀 就是在村口碰见了 寻思买几个尝尝 要买水果 也不能就拿这么点了 红娘帮着 那把这个误会解开以后 大姐觉得那两个人 还是应该再继续沟通沟通 了解了解看看 那你这是咋的 我这是离异的 我这是离异的 也离异了 对 我老公就是 他又说个小的 我和他俩离婚了 我跟儿子过了 他小小又生个孩子 我为了成全他 那你这最终里面还得归他 不归 你不可能归不了 不可能不归 现在这是啥社会呀 一个老公养了俩人 一个女人还养不了 那讲话的呢 不对 人 人这个吧 人这玩意是咋的 人不可能常常不老 你倒下那天 你儿子必须得把你放下 倒下又有儿子了 又生儿子了 对 又生 这小老又生儿子 我有岛下那天 我跟他过日子 我们这都不都他儿子接着 他儿子谁 他儿子是他老公那儿的 我们不都共同为他服务的吗 不想想这个环节吗 他说得下你这个原因 以后还得恢复总统的地下 心胸没有那么宽阔吧 说得心里不得劲 这不是没有度量吗 就是两人走到一起 他这个小长街土也没法过 两人说到这儿啊 都觉得对方不太合适 大哥有点介意刘大姐的前夫 觉得刘大姐还会跟前夫复合 而刘大姐觉得 大哥看自己是离异的 就觉得自己会复合 度量太小了 因此两人决定留个联系方式 就当时认识了个朋友 梁大哥说呀 虽然刘大姐跟前夫离婚挺多年了 但是呢看他这状态 好像一直没从那段婚姻里面走出来 所以他要是和刘大姐走到一起的 总觉得这心里不踏实 大哥说呢 如果再找的话 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没有孩子的 要说呀 这个年纪没有孩子的 确实是挺难找的 但是呢我们的侯娘 还是根据大哥的要求 找到了一位 家住伊通县的刘燕梅 刘大姐 刘大姐你好 姑娘发现这刘大姐也是个例证人 家里的装修也特别简单 一点不繁琐 而家里最明显的就是摆着的跑步机 咱平时爱跑步 这个有的时候我又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冷了 或者天下雨的时候了 我也不愿意下去我就跑步步 这是我姐给我买的 全是挺注意自己身体的 大姐从小身子骨就弱 也正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和前夫一直也没有个孩子 两人为此去当地的小医院看过医生 但医生呢也没能给个明确的答复 由于不能生育 刘大姐和前夫之间的感情 也越来越淡漠了 那俩是因为啥感情 我俩主要就是因为那好吧 不能生育 一晃着半辈子过去了 大姐觉得没有个一儿半女 挺遗憾的 有的时候就是不熟悉我 她也都问 说那个人家孩子大了 我就跟她 我反正她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需要跟她解释太多 我说20多了 男孩女孩 嗯 我那时候说男孩女孩 我说嗯 我就这么回答她 男孩女孩 心情的那时候 嗯 然后人家问我男孩女孩 我就嗯一声 问我男孩女孩我就嗯一声 人家以为说我好像是不正常 所以说第三次她就破了 离婚后 为了离开那个伤心地 大姐来到了城里打拼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是在咱们一桶建 雷大墙那会儿有个小吃部 在那会儿干了是一年多 然后跟那谁 跟那就是我们家一个亲所 上那个长村有个扶贫大市场 在那会儿开的那个海鲜大白糖 然后还带着那个麻辣糖 在那会儿干了二年多 经历三年 后来那会儿说要 要装修过去干什么的 然后就不想干了 我完之后就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就回来跟我三年了 开旅店 在一桶线都干了三年 完了其余的就是大领工 后来旅店黄了 刘大姐也做了胃溃痒的小手术 就一直在家养病 没有出去工作 我头半年到现在 就是始终都是待人 啥也没干 那现在不是发生疫情 也不知道好找工作 也不好找活 等到过去等疫情过去的时候 再说吧 那你这房子是全款买的吗 这是全款 那什么就是做什么 和人家买大 开理店什么的 那钱也不够 我两个姐姐给垫上了 垫上之后往前打工 再开店什么的 往这门就是 现在就是把西红都还原了 刘大姐这么多年 身边也没能有个人照顾着 自己的姐姐看着着急 觉得如果身边 能有个人照顾她的话 妹妹心情能好一点 身体也能好一些 经过姐姐的劝说 大姐也想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最好的是农村 就是农村人吧 就是本分一点 然后就是 我就是想找一个吧 就是踏踏实实过去的 别别别在这哪里了 岁数都大了 你跟不想尝尝去 小哥正值的正值的 就是只能热的 就是能好好过日的 你就可以 想有个家人的梁大哥 和只想找个人 踏实过日子的大姐 他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红娘决定 让两个人见面聊一聊 梁大哥和刘大姐的相亲 今天见面会发生什么呢 广告回来 我们接着看 你好 你好 进来 可以进来吗 可以可以 姐 我给你介绍他 这个是梁洪宇 梁大哥 你好 这个是刘燕梅 你好 你这个财神道不错 对着也不错 这个就是刀刀一眼都能看到 说太大了 对生活挺认真的 你不会说我会对财 不是 就是我不喜欢这种 描眉大病的人 描眉 就是这样 我不喜欢那种 大姐都说了她不会化妆 她今天就是因为相亲 她才挂了个眼线 你看她画眼线也不是太好 不是为了重视 因为今天会相亲 会见到女人 所以才化个妆 大姐对大姐应该怎样 还可以吧 还行 怎么还行 让我讲讲 刚才跟她握下手的时候 感觉她是一颗挺吃骨太狼的 手里边一下要剪 我觉得她这个人 应该是挺能吃辛苦的 我觉得这人应该是怎么老实个人 大姐这么细心呢 她的剪非常厚 大哥觉得大姐的妆太重了 不喜欢 但这才是第一面 俩人还得再接触接触 才能真正了解彼此是个啥样的人 你家是属于县的 对属于县的 我们是农村 你们这是城市 我们是农村 我也是农村 那你两家农村什么地方 马安 离这不远 这块还真不太熟悉 三十里 三十里地 那你在这块 也得有个职业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这些年也没待着 去年上班年五四月中旬的时候 没上班 之后接着就是赶上这疫情 现在也没上班 在家呆着 等过去段 然后去广告公司 看看适合啥自己 我也不想往远走 你干什么行业 我没有上行业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反正就是不呆着 就是能干啥也干啥 因为我没有上学 我没有上技术 就只能说 碰上什么 我干啥了 你买这楼今天 你也留两个好钱 这楼 这成本也不用低了 当时买的时候 钱也不好 都是贱 后来慢慢还 也没心理力的 都是几个人包一包 我对她没有好影响 嗯 为什么没有好影响啊 从她谈话一直当中 我现在就知道 她那是一个省人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些时候 有的 你像在社会上 在市里 特别农村这些女孩 来 没有什么生机 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有的就是 都走向下坡道人 这样你生活 没法生活 这不是我们走向生活的人 对吧 做我们男领导天 不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 大家也是因为养病 然后最近没工作 之前人家也是 就是有事业 也就给拼命了 哦 也不是一直在家待着 哦 那姐这个房子也是自己 就是赚钱买的 自己全管 也不是说全管买的吧 就是一开始姐帮着买的 但是后来自己也还清了 嗯 自己一个人从文尊出来打拼命 哦 看见挺高强的 嗯 那我就不怪了 那我不知道她有病 嗯 因为疫情还有大姐得了胃溃疡 在养病 所以呢才小一年时间都没工作 并不是大哥想象的那种人 所以了解了这个情况 大哥觉得心里的误会也解除了 然后没想到大姐又提出一个敏感的话题 如果说就是老人宿舍大了嘛 需要就是进医院 那个需要一笔钱的话 那个 你觉得 你觉得就是这会儿 你怎么去做呀 哦 如果咱俩结婚呢 结婚一会儿 是 我知道 这时候可以敬略唯 嗯 等等 我就是说 那比如说 我给你几个例子 嗯 比如说需要三万块钱 我那两个姐姐呢 就是说一家拿一万 就是这一万呢 就是咱们出 如果说她俩是说 如果说那就是 比如说咱们拿不出来 咱们就拿五千 但是就差这五千块钱 老太太呢 和老太太就是说 就是住不了院 那不行那必 就是说 只要能做到 就啥 那简单说 就假如说 能借到 就可以付 那你看你就求借吧 那假如说没有办 咱说这个话嘛 但是说就是 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就她俩不讨 咱们有能力 也都给你吃 那啥呢 就非得她俩拿 不得 我跟我们一起 那自己拿咋的 不一样吗 大姐觉得咱俩感觉 这种事啊 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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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满意 我觉得她的想法 就是我的想法 我可没听你说啥 我这是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 我们心事的 我这人说话 否则 我怎么说的 以后就做着我 绝对是走怎么走 怎么走怎么做 哎 大姐说了 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 不是说自己在乎钱 而是想考验一下大哥的孝心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嘛 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答复 刘大姐对梁大哥的好印象 又提升了一大截 两人越聊越投机 但是大哥紧接着提出的一个问题 让大姐心里一沉 大哥说了什么 让大姐奋然离席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 就你这个身体素质说 以后疗养疗养 就是关于这个要孩子这方面 恢复不了正常健康了 我年龄上也是大了 我也如果说 你要是想要孩子的情况下 等我治下去 治了二年治好 然后又要孩子 但孩子十岁八岁我都六十了 我怕妈妈到时候都活不进这儿 然后把孩子能吃了个 你现在有没有信息能治好啊 我也不治 我因为我岁数大了 我也不想去治 我都五十了 我还生什么孩子呀 大哥说想要个孩子 但大姐不想要 大哥对于要孩子这件事啊 却很坚持 我跟你说 有孩子以后 抚养问题 都要是一年的关系 知道吗 我作为男人 我作为父亲 我会尽到存在 我会有这能力 如果你是跟别的女人生 那当然是 不是 你生的 假如咱俩在一起 你生孩子 不管任何一个人 跟我在一起了 就抚养问题 经济问题 各方面 我现在就果断的可以说一句 与你没关系 知道吗 不用你操心 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钱 你不能说你养不起 我养不起 我就养不起 应该这么说话 我说的是我的关键 那是养人的责任 那不能说 你像你说 那以后我五十多岁 六十来岁了 那跟这没关系 那就不是你管的事了 包括任何一个女人 跟我在一起 要了孩子以后 你不要考虑说 六十岁了 七十岁以后 怎么怎么的 这都与你没关系 你问的是我 对吧 所以说我就是这么想 我就这么说了 对对对 只有你的关键 是你的关键 我说的是我自己的关键 对对对 我意思本来闹得挺好 但是他这个人挺激动的 也许是他对孩子方面太渴望了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这个人这么激动 就是在初次见面 这么聊天也这么激动 我觉得这是性格好不太好 那给我的感觉 别的还都挺好 别的还都可以 这人我感觉人品不坏 但是性格极糟点 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孩子方面 我也就是满足不了他 我俩跟缘分吧 不想跟我聊了 不想跟我聊 我就不聊了想不想跟我聊了 想不想跟我聊了 这个有没有好感 有没有这个演员 你要觉得有演员 咱们都得慢慢了解一下 以后要是行的话 这个演员也不是什么主要事 是吧 但是我才刚说的话啥呢 就是我这个 从我主观上的想法是那么想 对不对 我感觉吧 就是一开始咱俩聊天的时候 就是性格两个方面 就是想法啥的都一样 都非常一致 我定义都挺好的 就是刚才咱俩聊天的时候 感觉到有点就是脾气不早 好像太激动 咱俩这性格就是正巧 我就是怕这种性格 要他带 rond 这么也不懂